hello大家好,我是尚拖 最近,古生物圈最振奋人心的事情 并不是学术领域的新发现 而是苹果TV官宣了一个重磅消息 机构片《史先星球》将于5月23日在流媒体上线 没错,我们终于又有新的恐龙机构片可以看了 目前,该机构片已经放出个先导片和预告片 正式预告片更是在油管狂砍500多万博胖 大家的期待值,那这剩干嘛呢 如果你也期待的话,弹幕可以扣个1 作为古生物up主,那怎么能不蹭这个 这个话题我得好好讲一讲 首先,苹果TV这次确实是下重计 组建了一个雄厚的制作班底 导演是乔恩费如 没错,就是拍《钢铁侠》的那位 BBC的自然历史部门团队负责指导 虽然BBC在某些方面比较内神 但是拍摄自然历史记录片确实是顶尖水准的 解说仍然是我们最熟悉的大卫埃登堡爵士 而担任这次《史前星球》的特效团队 是著名的CGI特效公司 文顿动画公司NPC NPC从创业来因其出色的试效获得过诸多奖项 其中对动物动画试效的设计上达到了顶尖的水平 相关作品包含《奇幻丛林》和《狮子王》等 配乐是著名的德国电影配乐作曲家 以音乐制作人汉斯基墨 代表作品包含《盗梦空间》 《星际传乐》 《边缘附加三部曲》和《沙丘》等 汉斯基墨最擅长融合传统乐器 以电子音乐营造辉弘的氛围 并且根据乐器特点刻画角色的属性 渲染故事发展情节 在仙岛一块片的最开始 缓缓升起的太阳搭配上极速的古典 是否让你联想到个上世纪末 与恐怖同行的经验一幕 我想看过一块片的小伙伴 都能感受到这次史弦星球的质量有多么高 它非常有可能成为 基于恐龙腾计后 又一部跨时代的恐龙纪股片 而且得益于最近十几年来 恐龙的研究进展 这部纪股片采用了 对恐龙复原的最新认知 甚至做出了一些大胆的推测 因为史弦星球团队 还聘请了专业的从业人员 英国古商学家 科普作家达根奈什 担任该剧集的顾问 加布里尔·乌格托和大卫·科根兹 参与美术设计 这本我只能说非常稳妥了 不过比起肉眼可见的特效水准 和画面质量 我更欣慰的是 史弦星球展现了恐龙 更为真实的一面 它不再过度刻画 这个生物的怪兽属性 而是客观描述了这些 几千万年前 真实存在于地球上的生物 是什么样子的 这可能是我们首次 在影视作品中 见到如此具有生命感的恐龙 其中仙岛片段 就展现了非常多的信息 小爸爸公在海滩和海归嬉戏 而一旁硕大的爸爸公爸爸 和宝宝亲密的互动 仅从这1分58秒的短片中 我们就能看到此作的用心之处 片中的爸爸公 结合个最新的科学研究 让目前最先进的 爸爸公复原形象 登上荧幕 史弦星球的爸爸公 到底有哪些故人之处 短片中又设计了 哪些科学新发现呢 首先就是嘴唇 短片中 无论是爸爸公爸爸 还是爸爸公宝宝 都有一口厚厚的嘴唇 不少人发觉 这似乎和印象中 刺牙丸的爸爸公形象 不太相符 恐恐也有嘴唇吗 其实在2009年 古上学家就对恐恐嘴唇问题 展开了讨论 发现很多恐恐的上下和骨骼上 都有一些小孔洞 这些孔洞 或许是容纳神经和血管的滋养孔 除了恐恐 类似的结构 在鳄鱼 鸟类和不入动物等类区中 也有存在 除了滋养孔树母 还有很多证据 能够佐证恐恐嘴唇的存在 比如古上学家 在一只圆顶龙头骨上 发现了副手的软组织化石 上手骨骼的牙齿化石紫外线分析 显示其牙齿受光照的强度 比身体其他骨骼低 间接证明嘴部覆盖物的存在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 至少大部分恐恐 拥有嘴唇的可能性 要大于没有嘴唇的完全广告 其次是毛发 短片中的小霸王龙 全身都覆盖有羽毛 还长有花纹 而成年霸王龙 仅在头颈部 有少量毛发覆盖 其余部位皆是领片 而目前已知的霸王龙体表阴痕 皆是领片或是裸露的皮肤 纵观其他霸王龙跟恐龙 如特暴龙 蛇发女怪龙和艾伯塔龙 也都只发现了领片阴痕 未发现羽毛 那是不是说明 始前星球中的霸王龙带毛 是错的呢 也不尽然 尽管目前发现的皮肤阴痕 没有羽毛 但这些阴痕都非常细小 散落在颈部 腰部和尾部等部位 也就是说 在这些部位以外 并无绝对证据表明 一根毛发都没有 来自我国东北的化石 就为霸王龙羽毛问题 提供过新思路 2004年 我国古上学家 在辽宁北漂时 挖掘出一具 小型霸王龙的化石 地龙 在地龙身上 科学家发现了 原始羽毛存在的痕迹 这是首次 在霸王龙成员的身上 发现毛发 无度有偶 随后又发现另一种 带羽毛的霸王龙的恐怖 羽王龙 那既然羽王龙和地龙 都带有羽毛 霸王龙会不会也全身 霸王龙超科这个大分支 但无论是生存年代 还是亲缘关系上 都和后期霸王龙差距很大 其次 如果成年霸王龙 全身覆盖着羽毛 它将会被自己 霍霍热死 生物学界 有一则 霍尔丹法则 大型动物 相对体表面积较小 吸收热量高 而释放热量低 反之 小型动物 易散热 不易吸热 霸王龙生活的地区 属于亚热带气候 可能接近今天的 美国福克里达 如果成年霸王龙 也有厚厚的羽毛 那它们 无疑会体温失调 而羽毛龙和地龙 生活的热和商群 在当时 属于中高海拔低温地区 气候寒冷 冬季还会下雪 也难怪 它们拥有羽毛了 而短片 综合采用了现有的观点 小型动物 容易失温 因此 小霸王龙在发育初期 长有荣与保暖 但随着年龄增长 羽毛逐渐退去 就成了光秃秃的成年霸王龙 正所谓 我变突了 也变强了 短片中 还很好地展示了 霸王龙头部的正面结构 宽阔的脑袋 朝前的眼睛 相对于脑袋狭长的稳步 这里就不得不提 霸王龙的一大杀气 双目视觉 眼镜能通过光线折射 在视网膜上形成图像 这就是所谓的视觉 当左右眼的视野范围 发生重叠 就出现了双目视野 对于劣势者而言 较大的双目视野 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 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断出 猎物与自己的距离 从而制定不同的捕猎战术 而且朝前的眼睛 可以让它们减少头部的转动 既可以使劣势者 专注于猎物的动向 又可以避免头部 因频繁移动而报告自己的位置 相反 直视动物 普遍缺乏角度足够大的双目视野 但它们的眼睛 往往位于两侧 拥有更大的视野 所以可以尽可能地 提前观察到 悄悄靠近的劣势者 所以像《朱格奇公园》中 格甘特博士说 霸卧龙看不见移动的物体 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2066年 美国罗洛钢大学的教授 雕刻模型重建了 7种瘦角比恐龙的头部 并用现代眼科技术 还原来它们眼球能观察到的视野 研究显示 霸卧龙的双目视野 约为50度 近亲聚光的可达55度 而矮暴龙甚至能达到60度 而眼睛更靠头部两侧的伊特龙 约为20度 杀尺龙40度 有趣的是 霸卧龙虽然拥有出众的双目视觉 但它的眼睛 却是肉食恐龙中比例最小的这一 仅占头骨比例的8.3% 短片中的小霸卧龙 脚踩小海龟 煞是可爱 当镜头对准小霸卧龙的一双大长腿 你或许会有些惊讶 这双腿脚看起来和鸡爪子 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鸟类和瘦脚的恐龙 一脉相承 尤其一些路上鸟类的足部结构 几乎和某些瘦脚的恐龙 别无而知 结合霸卧龙及其近期的足迹一横化石 我们有理由相信 霸卧龙的脚叫和耳苗等鸟类很类似 也是覆盖着大块鳞片和细小的鳞片 现代鸟类直爪外侧覆盖有脚趾翘 恐龙脚部化石往往只能保存骨质部分 所以恐龙的直爪可能比我们在化石上看到的要大 值得一提的是 科学家发现幼年霸卧龙的腿部比例比成年的要来的长 这意味着 它们或许拥有惊人的敏捷度和运动速度 据估计成年霸卧龙奔跑时速在23.1到34.2千米每小时 而亚成年霸卧龙给恐龙的速度 可以达到58千米每小时 甚至更快 不一样的奔跑速度 也让专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 成年霸卧龙和幼年霸卧龙有不同的实现 成年霸卧龙速度更慢 但力量更强 所以会选择粗壮但行动不敏捷的业务 埋伏起来一级必敌 而幼年霸卧龙则会选择小小但速度快的猎务 依靠速度追逐捕猎 不一样的实性 也可以让不同年龄段的霸卧龙避开竞争 短片中还展示了霸卧龙爸爸和小霸卧龙的互动情节 真实世界中的霸卧龙 也会像片中所示 群聚生活且养育后代吗 从目前掌握的化石证据来看 霸卧龙 巨龙 埃伯塔龙 怪猎龙等霸卧龙给恐龙 可能都会以小群体的形式生活 但这种小群体究竟是像科莫多基西一样 为了食物组成的松散联盟 还是像诗群一样由家庭成员构成的群体 学界至今仍在争论中 尚未有明确的答案 但不少学者坚信霸卧龙会有稳定的群聚生活 合作授业并长期养育后代 美国古圣学家卡尔教授的西发信 为霸卧龙的社会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线索 2017年 卡尔在美国蒙大拿州命名了霸卧龙的亲戚 巨龙的新种 霍氏巨龙的合固表面拥有不少滋养孔 卡尔对这些孔洞作用的解释是 认为三叉神经和血管从这里经过 分布在稳步的鳞片上 这些鳞片表面有感受器 可以接受外界的信息分子 对温度 磁场或电场等其他信息产生感觉 这种感觉俗称为滴流感 鸭嘴兽和鳄鱼等动物也拥有类似的结构 这些感受器对捕猎 球和迁徙等行为 或许有重大帮助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 第六感能在巨龙等大型霸卧宫位的社群活动中 立下打鼓 就像今天 男女恋爱时常常会有触电般的感觉 在繁殖季节 雌雄巨龙或许会相互依偎在一起 亲密的磨蹭口鼻部 用敏感的皮肤传递振振爱意 而亲子之间也能通过磨蹭口鼻 进行个体识别或者增进感情 总之 史前星球的幕后制作 绝对经过了个大量的调研参考 我分析的这一部分也只是仙导片展示的内容 目前 这个剧集确认制作5G 讲述个晚白鸽式恐龙最后的地球故事 足迹横跨数个大轴 还原个史前海岸 沙漠 森林 极地和海洋等多个环境 其出场物种非常之多 这里我就不多知述了 前天 睡沙和毒魂也专门分析鉴定了 一包片中可能出现的物种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部片正式发出后 我也会再做几期视频 来详细讲讲这里面值得探讨内容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耀朵 下期见